聽說蔣哥辦一個粉絲見面 會有現場成交20人 一般的消費者 為什麼有遣銷我都不知道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有沒有XX就有機會知道他遣銷 進入到第一批遣銷的邀請 我如果出了事情 這個團購組他可以協助我 或是替我付什麼責嗎 你說什麼叫房地產交易最大的陷阱 去聽那些XX的消息就是陷阱 老實說在公開節目不一定可以講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35現象場 我是TED 大家好我是房產百頓講哥 房產大事文講哥 不然被當韭菜哥 跟大家介紹一下講哥 那講哥可能大家已經看過 他上了非常多的節目 然後也有人有問我們說 什麼時候要找講哥FIT一下 這不就來了嗎 跟你聊天真的是情投意合啊 很多那個共同的感觸啊 不管是對於交易啊 對於法規啊 很多聊得很開心的 最近我看到一個都市傳說 聽說講哥辦一個那個粉絲見面會 就現場成交21 有這種傳說我都不知道 我的21在哪呢 我的21在哪呢 這都市傳說啦 見面會 源於一個我上一個小五哥的 裝修小五郎 對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麼多房產 那麼多的房仲專家 在講哪裡好也不能買 但是我真的自己 覺得有一個地方是未來可期的地方 我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 很多房屋的購買者 一般的消費者 他常常抱怨 為什麼有潛銷我都不知道 這是確實確實 有潛銷我不知道 我們的速度永遠比投資人慢 好的東西都被你中介拿走了 什麼時候輪到我們 我才突發奇想 好 我給大家一個早鳥知道這件事情的機會 因為我在拍這支影片之前 建商什麼潛銷發表 他連自己的說明會都沒有辦 影片上映之後 我們還早於他的說明會 又過一個多禮拜才開始潛銷 我就是要做個實驗 在購買房子你的起步點 跟所有職業投資人 都有機會是一樣的 尤其這個是預售物 你的起跑點一樣 但是有些人在等待 有些看了這影片 自己去做功課 覺得說他是可以買或不可以嗎 對 那甚至很多投資人 是來不及買到這個案 確實啦 潛銷通常是有資訊上的落差 通常潛銷上面 其實已經要拿到建造了 現在法會抓得很嚴格喔 以前潛銷是 偷偷先收名單 然後等到拿到建造的時候 他會公開 開始就是 你可以回來潛約 什麼什麼這個 中南部是不是沒有這麼嚴格 這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啦 確實南部很多 我自己實際上下去 高雄台南嘉義 我這樣走了一輪 我在那邊住了一個禮拜喔 確實很多交易 不像台北那麼的嚴格 或是那麼的細膩 不管是 營業人或是購買者 如果我們要辦這種 潛銷的說明會啊 最好最好都會呼籲建造 你建造最起碼要拿到 如果你會出現的話 一定要拿到建造 不然你也不敢去 喔當然是這個樣子啊 我這做一個社會心實驗 就是當你的起跑點都一樣的時候 其實資本市場 我們要的公平是起跑點公司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他沒有跟上 還是很多人在抱怨 這些人是房價敵人 你也不會買 我覺得先講啦 就是潛銷這件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自己覺得很直白的 老實說最直接就是 我平常使用手機的行為 使用電腦的行為 我有沒有在看這些資訊 那如果有的話 因為他們潛銷的時候 會打一些網路廣告 那不管是自然觸及 還是它是廣告的觸及 我就有機會知道他潛銷 那個廣告跳出來 你什麼東西都不能看 你只能先留資料名單 但是願意留的人 很可能就會進入到 第一批潛銷的邀請 對累積客戶名單嘛 講白了他的商業結構就是 建商還沒有把案子 交給代銷公司賣之前 如果我建商有這些口袋名單的話 那條戶別可以不用分 代銷公司嘛 對對對 尤其是比較大的品牌 什麼泰啊 反正就是有一些很大品牌 他們本身就很多 然後他們自己相關產業 旗下的員工也很多 然後這些員工 他們幾乎都會買自己家蓋的房子 員工認購一種 老客戶回娘家 老客戶又找鳥 對對對 對各種這樣潛銷就是這個意思 但也有很多是 跟代銷公司講好 那潛銷我也會讓你賺也沒有關係 主要的潛銷的問題 是在於說 客戶買不買到 沒有錯 其實潛銷喔 我們都會建議一定要看到有建造 因為有建造 你看有說本有圖嘛 這些是通過圖嘛 對消費者來講才是公平的 反正潛銷意思就是一般來講就是餐廳試營運 但是試營運就可以吃了嘛 也可以消費了嘛 沒有錯啊 那如果試營運吃死人 吃到壞的龜阿屌 要不要負責 也是要負責 我們賣房子就是 預售的話 正式開幕那天叫做公開銷售嘛 對是沒有錯 前面只要是還沒公開銷售之前都算潛銷 跟大家講說就是 你要一直很留意這一方面的資訊 你才有可能被潛銷的自然流量 或是廣告打中 這次下去我發現一個很好玩的現象 團購主 現在不管是北中南 都各有各的團購主 開團開團 大家講說團購主厲不厲害 哇那個銷售力是驚人啊 很多東西在潛銷之前就可以賣出去 其實潛銷 配上團購主就有點像 你開一個課程做個產品的眾籌嘛 提前先收集這些名單 是 這個轉換率不一定百分之百 可是命中率還是很高 命中率算是很高的 但什麼地區它會出現團購 我們講落後補轉 或是基期相對來講 低 你一瓶兩三百萬你看你團購給我看 團購主 網紅 他本身 需不需要營業人資格跟身份 因為這個現象是 越來越龐大 越來越明顯 這有明定嗎 因為我本身是學法律的 我覺得用這個方向去思考 如果他具有這個身份的話 是不是讓 還購的消費者 更多一層保障 這就也是關係到之前那個 平均定業條例嘛 對 營造炒作熱銷的氛圍 連我們拍網路影片都要很注意 但是本身就已經夠熱銷了 我有製造熱銷的假象嗎 熱銷是事實 然後他怎麼判定 要幾個條件 第一個 營造熱銷的假象 是 然後提供不實資訊 就譬如說賣多少錢嘛 房家車多少錢 但是你去的時候 那些東西已經沒有了 欸我告訴你 這個地方可能是4000坪 只有只有400坪的基地 這就不實資訊 這太誇張了 我說是製政宅就有區區 不是就一般宅 這都屬於提供不實資訊 第三個 你有沒有實質上的銷售行為 實質上銷售行為 需不需要具備營業人資格 一定要的啊 比如說購買跟連續 一屋出租 對 跟多屋連續出租 那就是屬於營業人資格啊 基本要有營業人的證照 那天我在拍這個見面會 我跟大家分享這個資訊生 拍影片說 欸 蔣哥你是網紅啊 我說誰跟你網紅啊 我是營業人好不好 我是中介公司的老闆 我也是代銷公司老闆 你說你斜槓網紅 網紅它本身有 實質上的不動產銷售行為 它其實應該是受限於 不動產中介經濟業條例規範的 就好像秘衣 AMBNB AMBNB為什麼被罰 因為你不是旅館業做實際上 旅館出租的行為嗎 短天級出租嘛 對 那秘衣就是你不具有 醫師的資格 你去從事了 實質上的醫療行為嗎 你不能說啊 醫師法跟旅館業法 他們只管合法的 不合法的更要管 所以不動產經濟業管理條例 裡面要講的就是 要從事這樣的銷售行為 你本身必須具有 營業人的資格 這不僅是經濟人員的身份 你現在沒有所屬 under在一間可登記的經濟公司 你具有這個資格 但是你沒有登錄在 特許的公司下面來講的話 你還是不能一頁的 剛剛我沒有提到介紹費 介紹費就是規避仲介費嘛 代價公司跟建設公司請款嘛 他還是請他的%數嘛 可是他會把介紹費給貸團的 可是他給他的一定是 不可能像他請款的那麼多 他可以請6%好了 一戶是1000萬 然後他請了60萬 但是他只會給介紹費2萬塊 是 這樣怎麼算 好那我們就是要實質上去查 和他一件事情 銷售一間房子需要靠誰 銷售小姐嗎 銷售小姐本身有沒有 營業人資格 一定有 你的介紹行為 就幾乎是等同於銷售行為 連續收取龐大介紹費 實際上你有沒有輔助銷售 你也是銷售行為的一環啊 算助攻 其實代銷小姐 我們有聽過1200 1300 有零底薪的就是1300 賣1000萬的房子 可以拿多少 3萬到2萬介紹費 幾乎相當於他自己內部的 銷售人員的話 如果是連續介紹100個人來的話 你很難去 揮辭他沒有實質上的銷售行為 他沒有對銷售行為 我那天去是非常小心的啊 我不僅別了 有別於代銷公司人員的 不同的領帶 我還掛上識別證 我就告訴大家我是不同 我是來見粉絲的 我是來見粉絲的 我是不同於代銷公司裡面的人 你沒有參與銷售 沒有蓋章啊 沒有簽名啊 其實最常聽到 團購組的一句話是什麼啦 我認識誰誰誰 這間公司的老闆 跟我很熟熟熟 嗯嗯嗯 他會先偽裝成我跟建商同一線 如果嚴格來說 他又不參與欸 我也呼籲 所有團購組 如果他本身是有牌的 那我當然是覺得 對你來講多一層保障嘛 你花同樣的錢 但是享受更差的服務 你要嗎 當然不願意啊 有時候法規的推進 我們是推廣 不是說現在叫違法 這個是政府單位 實質審查的原則 但是我覺得這個現象 它的確是存在的 對 如果他有不同產經濟業嘛 他本身也是營業員嘛 如果他這些都具備條件的話 那他要團購就團購啊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呢 你有在參與團購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 它算是常態在發生 尤其是 我們往以前去追溯的話 太多人靠這樣自負了啦 大家自己可以留意一下 那或者是 如果你也想要成為團購組 完全合法的情況下 要照我們剛剛講的 你要做這麼多事情 這樣可以確保自己是完全合法 團購的確可以拿到 相對好的戶別跟價錢 是 但是你常常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如果出了事情 這個團購組 他可以協助我 或是替我付什麼責嗎 但是如果他具有這個身分的話 他要背這個責任 他當然是責無旁貸啊 今天很開心 蔣哥來我們節目啊 蔣哥他本身 已經從事我們房地產業 快要20年了 對18個年頭了 他就是實打實實戰經驗出身的 一般中心也不會像你懂那麼多 因為我本身就是學財稅法的 我很早期也是做不動產公司的法務 會計師律師常常都是我的客人 那這樣子的一個職業下來 本身又是半個法律人 我們對於法規跟稅務 財稅這方面會特別的注意跟小心 然後再加上 蔣哥其實他自己實際上成交 應該上千戶了啦 他與成交的一定有啦 幾億接近十億的案子 我們再一筆交易有自己完成 是是是 房產的大小是 蔣哥可以提供很豐富的經驗分享 因為很多人對於仲介是貶義詞的 真正厲害的仲介 專業度其實非常高 而且要幹的事情非常多 我們是務實的房地產工作者 提出一些真的務實的資訊 給大家不同面向的參考 其實有時候你看像自媒體啊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觀眾得到資訊的通路 看起來好像很多 實際上我覺得選擇權很少 你不是喊空就是喊多 但我其實一直來講都是 好的物件他上漲不好的物件就應該下跌 所以呢我們就組成了 房地產投資的最佳組合啊 剛剛有講喔 不是全部都會漲喔 因為蔣哥真的是 從事非常多比實戰經驗的 新的課程啊 房地產投資組合裡面啊 我們會有很多 老實說在公開節目不一定可以講的 其實我們剛剛在拍影片之前 也聊很多 後來覺得 我們說欸這能講嗎 這不能講 我們自己也很懷疑 但雖然我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們在這個公開的YouTube頻道 我們還是保守一點 是 那不過我們接下來要推出這個課程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到很多 真正在實際交易裡面會產生的秘辛 然後陷阱如何用法律知識去保護自己 你說什麼叫房地產交易最大的陷阱 去踢那些假名嘴的消息就是陷阱 你這十幾年來如果都踢某一些名嘴 去買錯的或不買的 這是不是最大的房地產陷阱 沒錯 我們下一集跟你說那些名嘴是誰 但是這個課程有實戰嗎 不是實戰的理論的空洞的我都不加入喔 講哥我有看過你一個實戰的人 很多人都說那是假的那是真的 對那是真的 因為我看那個鏡頭擺的位置 就知道那是真的 我們警察什麼通通都叫來了 其實本來我們是想要和淵月色 應該是說希望可以調解嘛 對本來是我誠心是需要調解的 哇不是啊房東 欸他直接爆氣欸 喔他壞欸 那就報警吧 欸對對對所以真的是得實戰囉 不曉得這一兩個月會不會遇到 有的話通知一下我們趕快去拍 希望可以收錄到一些實戰啦 有粉絲的話可以私訊TED 反正大家也可以期待這門課 即將上市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再次謝謝講哥 我們把講哥的資料擺在這邊 就有他的IG啊有粉專什麼的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追蹤我們IG 更多問題可以加入我們線下的LINE AT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